实力加热度加人气 王一博跟这就是街舞互相成就 自从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官宣以来 就备受大众的关注 好的综艺自然是期待着满满 作为首发队长的王一博 自第三季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之后 就成功用街舞踹开了我们的新门 带着街舞出圈的同时 也让街舞文化更出彩 目前这就是街舞第四季队长 已经全部官宣完毕 从王一博含根流行滑到张艺兴 这次的看点依旧是蓝点多多 全新的赛制升级 国际间的battle一触即发 真正的街舞灵魂恐怕会是关注的焦点 街舞最精华的部分 无疑就是battle大战 这是真正街舞文化的精髓 无论是各种的街舞元素 freestyle才能看出舞者的精湛记忆 跟音乐节奏肢体的完美融合程度 回归正题上来 就是因为街舞文化的魅力所在 王一博在第三季中 给我们呈现的淋漓尽致 才会让我们对于他的回归期待满满 专业的点评 全能型五种的呈现 果断干脆的态度 容易探索突破的尝试 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地方 纵观这次的数据来看 传播关键词是王一博 我们也不足为奇了吧 带出圈的王一博成就了自己 也成就了这就是街舞 同样因为这就是街舞 我们才真正的认识到了王一博 在看到这就是街舞的传播关键词中 王一博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间 尤为醒目 只能说厉害啊 王一博的爆火后 带火的无疑就是街舞 从跨圈到出圈 从出圈到破圈 整个开播至今 他的流量跟热度是史无前例的 如今街舞第四季还未开播 只观宣了队长人选 就这么高的热度 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于是小编看了一下 王一博的微博发文 跟观宣数据后 只想说 顶流确实是实力无法抗拒啊 除了我们看到的 这些赫然醒目的质量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从观宣后 各项数据中 王一博的点赞率 转发率都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 点赞率600多万 评论量高达了近1500万 同时特别是王一博 作为首发队长的时候 仅用了8个小时 就让阅读量接近了10个亿 还有人在质疑这个热度吗 只想说 王一博看是平淡无奇 却用了最快的速度 让互联网未知臣服了 街舞吸粉是实打实的厉害 上至奶奶粉 下至孩童 老少嫌疑的同时 也俘获了大多男生群体的喜爱 这就是街舞的魅力所在 也是王一博街舞的厉害之处吧 他能够成为核心传播关键词 可见其实力跟人气到底有多高了 相信许多关注到王一博的人 自然也关注到他的公开行程 中国舞蹈家协会 授予了王一博 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的称号 就是给予了他对于舞蹈方面的肯定 跟推广引领作用 也希望喜欢他的人 不要纠缠于不必要的争论之中 王一博的优秀是深得人心的 只能说不愧是上交于国家的男人 厉害哦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